是应该102年8月15号 结果他拖了 拖了多少天 拖了8个多月 所以按照罗伦法 仅料3389万 结果这件事情 他不想付这个钱 竟然把这个女主管 把他给开某账 你知道当时 中东处内部意见分析了 有一派就说 一把开拔 有一派就说以后再算 但是这边呢 几百集中公社的主席主任 正顺女子 50多岁未婚 他就说 公房就罚呀 你要按照每个阶段开拔 结果呢 这个公司 据说是华盛营建公司 因为今天都被起诉 12个人被起诉 他很不爽 就找了三个男生 来抓去他拍裸照 陈南 黄南 黄南 在去年7月27号 就到铁改城的宿舍外面 把他给掳走 掳到新竹的竹东镇 火葬场旁边的废弃公僚 把他一服脱光拍裸照 然后就讲什么 你好好工作 不要多管闲事 结果他被塔塔塔塔 裸照之后 什么话都没有说 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就第二天就掉职了 但是这里还扯到 华盛董事长特殊 苏小珍 一个女生40岁 涉嫌教唆 强拍裸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事情扯到了什么 扯到了一官员 扯到了一个华盛文件公司 暂讯还有结束 还扯到警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这里有另外一个 他的下游厂商 另外的厂商 新竹建商 罗明龙 他的就去跟街 然后拍到 这女队的陈南 在那边 他就说 哎呀 他们两个有奸行 我抓到你的把柄了 千方百计 就找他的把柄 然后就找了新竹的 远景郭志峰 说你给我他们的个资 我调查两个人的个资 结果这远景调查以后 发现说 哎不行 这个男的是单身 他派太过世了 这个女的也是多深 那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子 还是把这个跟媒体来爆料 跟哪家媒体就不讲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 还是苹果 而且苹果 你可以看到爆料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两个 都在那边 轻轻稳稳的这个情形 照片都这样拍下来了 拍下来问题是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男生是单身 女生也是单身 结果这个时间发生之后 他可能觉得说来不及了 因为又要罚款了 干脆就把他拍裸就好了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台中地检署 是按照涂利 卫造文书跟防碍自由罪起诉了12个人 包括了铁改局的中公处的团长 这个团长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来处理这个事情 另外呢 还有就是中兴监管人员 以及华盛工地的主任 还有包括了 就刚刚讲到 通派三个男生 以及新竹市的远景 也就是郭志峰 一共12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罪 涂利罪的话 一年以上 7年以下 卫造文书罪 一年以上 7年以下 然后妨碍自由罪 是三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事情 大家就觉得 真的很不可思议 真的扯到钱 就会这样子吗 好 我们来看这个报导的时候 也来看看 大家即将要登场的 就像我们讲 今天这个重点 就是在讲 台铁高层的 疑似类偷开案 还有三中案件 党产会 他对三中 是怎么讲的 他今天有一个表态 中兴他是不是 中文国民党的 附水主持 或者他曾经是 是不是 曾经是 中文国民党的 附水主持 大概我们 必须要去了解 中兴在迪转 对第三人的时候 他整个一个 移转的内容 是不是显得 相当的价钱 或者他有 贱卖 好 我们要来看到 这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 贱卖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到底算不算 附水已知 那所以我们在今天 就要来解开 这个神秘面诗 但是我还是要 讲这个事情 其实党产的事情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一直在查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党现在 心情被冻住了 11月只能够发贷心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现在这个三中看 我们讲的是 中影 中广 还有中视 都已经被所谓 善意的第三人 给买下来了 但是现在善意的 第三人买下来 有的人说 善意的第三人买下来 当时买的时候 几乎是打八折 打对折的 那这个呢 到底要怎么 把它要回来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 今天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要来告诉大家 报机密文件 三中可能收归国有 今天的这个部分呢 一看 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中影 会不会被拿回来 中影中广 这个礼拜五就会知道 中影好像很危险 会被拿回来 那拿回来 怎么拿回来 是跟谁拿回来 特征组呢 邢泰招 到底给了什么重要的文件 今天国民党可能 没有办法翻案 还有凭东我们来看到的 这个火炮室舍 以及很劲爆的 原来徐利德的妻子 他的妻子 竟然是上次 我们讲到张手一 就是那个反同大战的 这个张手一的 敌四小三的 陈姓女子 这真的是太曲折了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一半五的党产会 他现在手上 拿了一个商法保链 光之剑 机密文件 机密文件怎么来的 那党产会有说 国民党在还没有 重新建架 这个是来自于 特军组的内容知道 他没有重新建架 就以中英文化成 华夏大楼 新世界大楼 三大不动产的 净值在打挖球制成 最后以31亿成交 涉嫌贱卖 他当时的市价90亿 那你当时是 31亿给卖掉 可是我们要讲到的 现在是多少 我们要讲国民党 如果我讲说 他真的是一个打头党 为什么呢 因为中英他当时 90亿卖31亿 现在价值多少 大概一 现在一来了 你希望我付的党产会 是要跟国民党说 你当时就赚31亿 把31亿给我 还是呢 就是跟郭台强说 对不起啊 你31亿给他 对不对 国民党把钱给我 31亿还你 那么终于还给国家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这个到手的费用 可能不可能 适出吧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其实终于有化成 大家本来认为说 是有三个买家 其实是两大买家 一个就是 郭台强的太太 罗玉珍 一个就是庄兰娟 那但是呢 为什么有个蔡震言 他有点像前客 你这样讲 他很高兴 他就是中间很高啊 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地方 他有付出3000万 就对了啦 但他并不是主要的 那主要金主是谁呢 也在特征组的资料当中 赫然发现有一个 叫周立华的神秘金主 而且他还有调查局的亲戚 有进入到这个案子 因为大家后来告来告去 那我们来看到呢 当巧克到底什么时候 像特征组 要了三中的资料 这里面很多 包括了股权交易文件 包括了财报资料 账户明细 股东的 董事会的记录 我的董事会的记录 都可以拿到 那有人说应该 11月底12月初拿到 总之谁下令的 我尽量质疑了两个 第一个 这个侦办完的案件 你这些资料不会拿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谁下令的 是美检的检察长 还是法务部长邱泰山 那总之呢 我们现在大家 当然很想知道 党产能够查到水落石桌 那现在你看到 中年文化城 八德大楼 新世界大楼 这些都是房地产 整个加起来 大概是将近300亿 所以这300亿 算285亿了 是你要国民党 曝出来 还是要郭台翔曝出来 所以警方就说 他现在会进行调查 就是我们刚听到 他讲的那个败 就是说 你是不是 负责自知 但是我们查到 他是日产新世界的信任 当200万股的 这第一桶金 那来自于日产 这算不算国家的 另外有没有 不当的贱卖 你说90亿卖31亿 算不算贱卖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也很劲爆的 我们知道现在台湾 早上的时候 大概6点到8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火炮室射 可是很多人说 这个火炮室射 其实是针对 中国大陆的供击来台湾 那我们也很好奇 有什么样的一个火炮室射 像在花莲 是两架的F16战机 整个在夜空中生来 然后屏东九屏的外海 火炮室射 就是也是射200公里 那我们看到 大概是爱国者飞弹 或者是天宫飞弹 海上还有成功级的经纪 跟拉法业经纪 可是国防部长说 我们这个是很敏感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明